曾国藩率领50万乡军 让太平千国覆灭 帮助清王朝续命数十年 云士凯却率领7万兵马 直接推翻了清王朝取而代之 那么为什么一个拥有50万的精力 为何不敢造反 而一个只有7万兵马 为何又敢取代大清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春秋路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举阵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 谢谢 1853年 曾国藩奉命组建乡军 镇压太平天国 1864年 与兄弟曾国权率军剿灭了太平军 从此身为大振 清廷夹封曾国藩为太子太保 官制两将总督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达到了他人身的巅峰 可以说是晚庆四大名臣之首 剿灭太平天国之后 曾国藩兄弟手中掌握了几十万强兵汉将 这些将士酒精沙场 杀伐骁勇 是当时满清战斗里最强的军队 而此时的打清王朝已经摇摇欲坠 外有列强环伺 内有太平天国余部 碾军作战 但曾国藩没有效仿 历朝历代的强臣 发动兵变推翻满清 而是请奏朝廷 削减兵马 这一句都令后人匪夷所思 其实曾国藩没有借着剿灭太平天国的虎威造反清廷 首先是当时的环境不允许他造反 表面上曾国藩的乡军兵力有五十多万 实力强大 但实际上乡军内部派系凌厉 曾氏兄弟能够直接指挥和调动的兵力并不多 曾国藩嫡系部队不过五六万人 同时清廷对汉人将领始终以防范严密 在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 清廷一边希望曾国藩能够全力以赴 一边又害怕曾国藩势力一家独大 所以偷偷提拔一些乡军众和曾国藩不怎么对付的将领 以此在乡军内部形成势力平衡 风花乡军内部邻居力 防止曾国藩一人独大 而在曾国权攻克南京后 朝廷又立刻派官文主守武昌 冯子才主守镇江 森格林庆屯兵宛厄 所以曾国藩的乡军 实际上已经处于政府军的包围之中 一旦起兵造反 必定会面临数倍于自己兵力的政府军围剿 而且要知道在历次的朝代更迭中 造反者必须要有冲突的旅游 取得士大夫阶层和底层人民的支持 曾国藩祖监乡军 打的是保卫朝廷消灭太平天国的旗号 反清曾国藩没有足够的理由去说服他们 乡军之所以能应有征战 是利益的驱动 而不是靠信仰凝聚的战斗力 消灭太平天国后 将士们加冠敬绝 光摇门眉 已经没有征战之心 再加上十余年的征战 让乡军的实力已经不如足践出席 战斗力大打下降 而曾国藩本人的军事才能也算不上优秀 这在征讨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几乎是屡战屡败 只不过他在作战过程中得到了清廷的全力支持 所以曾国藩才能屡战屡败后 还能屡败屡战 至于太平天国覆灭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权力支撑 和战略眼光短前所致 与曾国藩的微笑关系 不能说没有关系 但实际上并不算大 当时太平天国不停留在南京建都 而是一鼓作戏打到了北京 满清王朝即便不被推翻 大概率也会退守关外了 但如果是造反 那么曾国藩必将面对的是 清王朝用取国之力来消灭他们 而他根本没有美战必胜的把握 当时手握中兵的大员当中 大多数还是忠于朝廷的 换句话说 曾国藩在军事上没有必胜的信心 不仅如此 在国际上列强依旧承诺满清王朝为合法政府 在没有更大的利益面前 列强同样不会支持一支胜利渺茫的反叛武装 而从民心来说 江苏浙江等地的百姓看到的是 湘军在讨伐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残杀成性 四处劫掠 因此对湘军并无好感 在这些省份 曾国藩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 所以曾国藩实际实力范围仅为湖南义顺 但靠着湖南义顺无法在经济上 冰原上支撑不了曾国藩造反清廷 同时曾国藩堪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 与他同时代的李鸿章 张之洞等人都对曾国藩的人品持敬仰之情 几十年后 最能影响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和蒋介石 也对其赞赏有加 曾国藩的个人魅力之大 由此可见 也正是因为曾国藩受传统教育影响之深 让他彻底没有勇气去做这种谋反自立 这样的大事 总而言之 与其他朝代的造反不同的是反满清 首先是反满清 其次才是灭清 如果造反不但要面对政治 军事上的风险 还要面对民族矛盾 所以当时的情况来看 即使曾国藩有机会推翻满清王朝 也没有能力统一全国 这一点在1911年 袁世凯逼迫满清皇帝退位之后 所发生的一切就可以证实了 满清退位至1949年 新中国成立38年间军阀歌曲 外敌入侵 人民保境战火罹难之苦 若是曾国藩反清 只不过是把这种情况提前了数十年而已 那么问题来了 曾国藩50万劲率不敢造反 为何袁世凯7万兵马就敢取代大清 与曾国藩不同 袁世凯时期满清王朝已是气数将近 各地大员与朝廷离心离德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失去了控制力 而在南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打着驱除打鲁 恢复中华的旗号占据了半辟江山 所以当时局面反清已是大趋势 炫通皇帝的圣旨出了紫荆城 就如同废纸一章 重要的是 袁世凯训练的北洋心病 虽然只有七万余人 但都是袁世凯的嫡系 而且北洋心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更为要命的是 袁世凯的北洋心军 救助扎在天津 距北京不过百里之遥 袁世凯起兵造反 蜻蜓连调遣兵马阻挡 袁世凯的机会都没有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真正推翻满清的人 其实并不是袁世凯 而是孙中山 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满清 从推翻满清王朝的过程来看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 才会是反清的主力 而袁世凯只不过是一个迫使 一个实际上已经失去江山的 清朝皇帝退位而已 并从中摄取了最大利益 否则后世也不会把袁世凯 称为窃国大盗了 如果当时御龙太后坚决不退位 袁世凯也没有足够的胆量 势军篡位 因为袁世凯本身就是个投机分子 要知道 当时清朝虽然已经危在旦夕 但毕竟还有八十余万的军队在手中 如果满清贵族要是与革命党 和袁世凯拼个鱼死网破 袁世凯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既打败清廷余孽 也没有把握击败南方革命党 因此说 袁世凯敢于凭借手中七万兵马 造反清廷是不准确的 所以说曾国藩五十万精吕不敢造反 更多的是时局所限 而袁世凯七万兵马就敢取代打清 更多的也是时局大势所住